一个零食品牌不好好做产品 偏偏去开酒店 办医院 搞自助餐 还买下报纸 电视台 和台独疯狂兑现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高兰好 我是九贝特 关注点赞 带你了解中国最有精神的零食品牌 旺旺 小黄 旺不旺 旺不旺 旺旺旺旺旺旺旺 说得好 说得好 给 中国人应该没有人没吃过旺旺吧 很多网络梗也来自旺旺 比如精神小伙 三年六班李子明 欧炮时间到 这两年更是因为爱国捐款正能量又火了一把 相比这些 旺旺自身的发展过程更有意思 旺旺的创始人叫蔡衍明 是泉州蔡氏家族移居台湾之后的第四代 蔡氏原本就是很有实力的地方家族 来到日战时期的台湾也是水风顺水 前三代人在台湾办工厂 搞食品代工 甚至还和日本东宝公司合作拍过电影 等到了蔡衍明这一代 蔡家已经成了台湾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 他不喜欢读书 但很喜欢在街上溜达 甚至逢人就说 街上逛一年 胜过读书三年 外不得精神小伙喜欢穿网仔呢 不往今来 他是第一个把该溜达 收得这么冠冕堂皇的人 这种认知和行为都异于常人的状态 让蔡衍明搞经营管理的时候也很不一样 蔡衍明高中的时候 因为打架而辍学 然后直接就进到了 父亲经营的食品厂里锻炼 一年之后 这场子就归他了 精神小伙开始搞事了 当时他手里的食品厂主要是搞代工 但他觉得要搞自由品牌 不能等着别人下单赏饭吃 于是在他19岁的时候 推出了浪味鱿鱼丝 然后血亏一亿 这些钱看起来好多好多 但就像王思聪拿着五个小目标创业一样 蔡衍明亏掉的钱 对于整个家族生意没有任何影响 顶多算花钱买了个小教训 所以吃了一点小苦头的小蔡老板 又很快瞄上了新的产品 日本米果 通过签订协议 把制作米果的工艺 引进到了自家工厂里 米果对于日本的意义 就像饺子对于中国人一样 逢天过节祭祀各路神仙都会用到 没想到蔡衍明这第二次就赌对了 因为台湾人也喜欢用各种米制品 祭祀祖先神仙 而米果恰恰提供了一个方便选择 他推出的旺旺仙辈 旺旺雪饼两款米果产品 依靠清明祭祖广告 迅速席卷了台湾省的贡品市场 成为了大小神仙都爱吃的零食 等到80年代初的时候 旺旺的米果产品 已经拿下了台湾九成以上的市场 放眼全岛都没有对手 关于旺旺名字的由来 最流行的一种说法 是小蔡老板有一次去寺庙许愿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狗狗雕像 然后就想到了用狗的叫声 做新品牌的名字 旺旺由此诞生 哎 多少点草率了 而logo的诞生呢就更草率 是因为蔡衍明觉得 市面上其他的logo太死板太土 就自己亲手画着一个孩子形象 寓意着旺旺一直年轻下去 说实话 这水平确实是老板新手画 这logo很有意思 它有向左看和向上看的版本 但从来没有正式的版本 有网友好奇就把眼睛屁正了 结果发现 卧槽 太诡异了 在搞定台湾市场之后 蔡衍明并没有坐着山空 小小的弯弯才多大市场了 已经改革开放的大陆 才是旺旺的one piece 1992年 旺旺来到湖南长沙投资建厂 成为了当时第一个在大陆注册的台起 也享受到了很多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 当时的大陆市场 非常依赖批发商 经销商来销售产品 所以品牌化约全不高 但蔡老板这该溜的不走宣传路 你敢对我指高气扬 我就敢打扶你 于是蔡老板决定 自己从零开始提升旺旺的知名度 直接用零元购的方式 把旺旺鲜辈 旺旺血饼 赠送给各地的学生 还拿出来1000万人民币当口告 让旺旺迅速完成了 从默默无闻到人尽皆知的转变 来到大陆的第一年 就把销售额做到了2.5亿人民币 这一伙不要紧 侠情人对手都看到了米果类零食的潜力 开始集体入坑 还互相打价格战 你便宜5块 他就敢便宜10块 蔡远明看到之后 微微一笑 跟我斗 我直接便宜500块 实时当然没有这么夸张 但旺旺确实在账况最激烈的时候 把米果类产品的价格压到了冰点 导致几乎所有的对手都被打服了 碰的也怕不要命的 最终旺旺旺拿下了大陆85%的米果类市场 第二名的市场占领率只有个位数 旺旺能成功的原因 除了上面说的价格战 还有就是广告打得足够多 广告内容也足够洗脑 除此之外 他们还非常有产品创新 和把握零食消费趋势的能力 再加上殷实的加点 旺旺连续几年 推出了很多耳熟能量的新产品 1994年旺奶小馒头上市 1996年旺载牛奶上市 97年旺载Q厨上市 碎碎冰上市 03年欧炮国奶上市 05年旺载牛奶堂上市 蔡远明很聪明 没有把旺旺在大陆的宣传 重点放在祭祀场景上 而是选择了零食 孩子 送礼等等方面 甚至因为用力过猛 使用过过年不吃旺旺 新的一年不会旺偶 这种诅咒式的广告语 导致广告被叫停 旺旺这种又土又潮 又有点风批的调性 不止体内宣传上 连他们自己的年报都是这个调着 嗯 爱了 有备祝福的 而旺旺的企业文化是 语言 自信 大团结 甚至公司的洗脑歌曲 都是很模型的 大团结一定赢 一个企业的调性 是公司一把手 个人风格的延伸 蔡远明就是一个 不太走寻常路的人 比如 他离婚之后 就奉行不婚主义 买了一块地盖楼 让七个女朋友住在一起 这什么不婚主义啊 不就是玩的花 而他教育孩子也很特别 念什么书啊 尽快接班 我这个老司机呢 还能带带小崽子们 因为当年赚钱速度太快了 旺旺在96年就上市了 而07年四有花退市 08年港股二次上市 市值狂飙突进 一度达到了1700亿港元 在这期间 旺旺开始不无正业了 04年 旺旺投资建设 长沙旺旺私立医院 05年开门营业 连续14年营收过亿 最近几年更是超过了六七个亿 年份人量达到了百万人次 08年 旺旺投资建设上海神旺大酒店 门前放了一个 刷满金漆的旺仔雕塑 只要入住 就能享用全系列的旺旺零食和饮料 神旺大酒店里 还有一家旺旺自营的自主餐厅 一年销售额达到了1000万人民币 号称全国十大自主三之一 但是旺旺最牛的副业 在媒体行业 08年 旺旺收购了台湾省的中石集团 这是台湾非常大的一家媒体公司 旗下有各种报纸和电视台 很多人熟悉的康熙来了 就是中石集团的节目 旺旺为什么会收购媒体公司呢 按照旺旺官方说法 是想促进两岸和谐 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台企形象 毕竟旺旺旺有九成以上的业友都在大陆 19年 台湾媒体宣传大陆吃不起榨菜 旺旺直接在报纸头版同条 印了几个大字 大陆人吃得起榨菜 这种做法自然会让一些 弯弯反动分子不爽 于是他们就去中石集团的办公楼下去闹腾 蔡远明呢也不惯着 直接让一百多号员工下楼循环播放 大团街一定营 相亲相爱一家人 这些副业虽然搞得风中水血 但旺旺的主业呢却拉胯了 大概从2014年开始 旺旺鲜辈雪饼旺旺旺牛奶等主力产品的销量 就开始下降了 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纯牛奶酸奶等乳制品 以及坚果零食开始走风 旺旺呢也不是没有改变过 一直尝试推广新产品 甚至有过每个月都有新产品推出 一年上市一百多个新品的辉煌战机 但是就像大家现在想的一样 一百个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确实旺旺推出的新品非常非常多 但被人记住的几乎没有 如今旺旺喜获食品行业黄骨君小的绰号 对于对手来说这是好事 因为可以从旺旺这儿挖到高纸上人才 而对于旺旺来说呢 这证明了自己留不住人才 从赚钱能力上来说 旺旺的营收和统一集团差不多 但确实没有刚进入大陆市场时候有精神 希望往往不会变成一个养老公司吧 你还有哪些喜欢的品牌 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评论区告诉我啊 我是久威特 关注我每期来点不一样的商业故事